电影云的云里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颓废青年和富裕爷爷交换身体的奇幻故事 爷爷是一位富甲一方的大学者 他的寿命还有短短的一个月 但爷爷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完成 管家对爷爷说,是不是该启动那项计划呢 画面一转,来到一所大学 大雄气冲冲的对女友小美抱怨 今天的面试又失败了 事事不如意,简直太糟糕了 回到家,父亲说着风凉话 大公司不一定就好 那么多中小企业可以去,你是不是傻 这句话彻底惹倒了大雄 父子二人瞬间变得剑拔弩张,争吵了起来 母亲急忙过来解围 然后大雄气冲冲的跑出了家门 提着一大啤酒来到了小美家 打算和小美一醉放休 看到门口放了一双男士的皮鞋 小美想要为自己解释 但大雄不听,非常激动的摇着小美的肩膀 小美让大雄冷静下来 然后对大雄说,每个人都有烦恼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执意如此的话,我们还是分手吧 伤心的大雄一气之下 喝光了啤酒,借着酒劲还想跳桥 爷爷及时出现了阻振的大雄 大雄得知爷爷是一位 富裕的大学者时,不禁感叹 爷爷正是自己羡慕的成功人士 而爷爷却表示非常羡慕大雄 大雄细皮笑脸的说 不是开玩笑的吧 爷爷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是因为什么都有了才说出这样的话吧 接着爷爷提出一个问题 我的财产和你的未来 你觉得哪个更有价值 大雄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然是爷爷的财富 爷爷说那好,我们交换吧 大雄以为爷爷又开玩笑了 爷爷却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认真的 画面一转 大雄和爷爷交换了身体 吃完饭 大雄毕恭毕敬地 对父母说了感恩的话 父母一脸蒙圈 这孩子今天怎么了 从不和同学踢球的大雄 这次和同学打成一片 然后还主动夸赞小美 今天很美 大雄握着小美的手 表达了感谢 接着大雄找了一份清洁的工作 哼着小曲 拖着地板 非常悠哉 这时爷爷找了过来 情绪很激动 他想换回自己年轻的身体 但是大雄不同意 因为他们签过契约了 回想起那一晚 傻乎乎的大雄刚签了契约 爷爷就强制交换了彼此的身体 爷爷一直追着大雄 求换回来 遇见了小美 爷爷上前一把抓住小美 对上次的事做出道歉 小美一脸蒙圈 大雄过来推开了爷爷 并且宣告 小美是他的呢 然后爷爷被大雄的管家带走了 这样就不公平了吧 大雄宣告小美是他的 那管家为什么还要听命于大雄 这个交换非常不平等 接着爷爷开始花天酒地 享受着有钱人的夜生活 醉醺醺的爷爷 在街上撞了一个小火 爷爷还以为自己是青年的大雄呢 对小火谩骂起来 小火一把就把爷爷推倒在地 接着爷爷吐出一口血 一个月的秀密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边大雄享受着清洁工的快乐 五一间走进了一场面试会 看到面试者吞吞吐吐的不知道说什么 还被面试官嘲讽 于是大雄站了出来 用自己的人生经验给面试官上了一课 还鼓励了面试者们拿出你们的自信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完毕 大雄居然被面试官看中了 小美对大雄找到了新工作 表示了祝贺 趁这个机会 大雄单膝下跪请求小美再和他交往一次 看到大雄坚定的眼神和他最近的改变 小美答应和他和好了 就在他们准备接吻时 大雄突然想到了什么 可能想到小美可以做自己归女了吧 爷爷就快要行将就木了 痛苦难受的他还是选择跳桥结束生命 这时大雄又出现了阻止了爷爷 大雄说 这一个月他感受到了很多人生的美好 不但可以肆意的奔跑和女友一起欣赏风景 还能享受家庭的温馨 朋友之间的友情 而爷爷却说 他每天感受到的就是时间在牛市 死亡一天天必尽 不管做什么都没有任何感觉 最后大雄问的同样的话 财产和未来你觉得什么最有价值 而爷爷却看透了 他认为人中有意思 没有什么是有价值的 这句话说完 大雄一把抱住了爷爷 画面一转 大雄走出了爷爷的院子 他们把身体又换回来了 大雄摸着自己的小鲜肉 感受着自己充满活力的生命 朝着前方肆意的奔跑着 片尾 爷爷表示大雄给他上了一课 因为爷爷明白了 全世界的财产都无法与未来交换 这样对大雄是不公平的 所以爷爷选择了将身体换了回来 如果爷爷为小悠 财产和未来哪个最重要 小悠肯定会回答 肯定是小鲜肉最重要咯 电影云娜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再次